今天主帅都是深入对方的票仓 马英九他到了监困战区 就是绿营的大票仓 嘉义县跟阿扁故乡台南去扫街 不知道是天气冷还是选情冷 路旁跟总统挥手的人并不多 那么尤其当车队经过 蔡英文在嘉义民雄的竞选总部的时候 这里没站什么支持者 总统车队只好加速的赶快离开 不止如此 那么甚至还遇到有民众对他喝倒菜 超后容易上再套个雨衣 尽管天气不太好 总统马英九依旧站上宣传车 希望能炒热嘉义 不知道是天气冷还是选情太冷 车队所到之处几乎不见热情民众 支持者淋淋落落 更尴尬的 当车队行经立委陈明文的竞选总部时 警察竟然比民众多 马英九车队只好迅速离开 但这还不是最糗的 瞧瞧这位先生知道马英九要扫街 立刻把车子停一旁 激动着对着马总统比出贺道财的手势 来到阿炳故乡台南情况没好转 车队行经小英在新颖的竞选总部时 民众挺的不是马总统 而是对手蔡英文 面对这样的种境 深入绿营大票仓的马总统 打出正机牌 面对选情比较冷的迦南 马英九在紧要关头 试图杀出重围 同时也到当地庙宇 请求声明帮助 还真是不小心 现果实水果盘上垫的布 竟然卡在工作人员的衣服上 纠结的线似乎象征拉紧爆的选情 让总统马英九的脸顿时好难看 三内新闻黄家伟 陈利国SNG小组 嘉义台南采访报道